要關注台中的第二選區 這是海線之爭 那麼具有全國高知名度 尤其他的父親是顏清彪 也就是他的兒子顏潘衡 要PK的是誰呢 民進黨的陳世凱 一天不知求上幾回 選情進封到真的需要 媽祖婆 憲慎威 三六 年青 老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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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理 冬老頭 老頭 老頭 可以國際黨選 要第一名 第二名就算了 連媽祖代言人也沒把握 2013年立委補選 帶老爸顏清彪上陣 顯勝民進黨陳世凱 只有1138票 冤家陸宰 對手又是他 三千塊黨選 三千塊黨選 有呼聲最高的未來總統加持 講話也變得比較大聲 少年議員 少年很優秀 畢竟我跟我對手不一樣 對手可能比較 依靠的是他爸爸的力量 三屆市議員第一高票洞算 跑基層 靠的是貼心 謝謝喔 謝謝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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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叫你位給你叫上去 造社會開始前 一排一排握手寒暄 小型客廳會耐心情跑 我出現的招手人 他都跟我開玩笑 說你的對手真厲害 你那裡長也能打 和媽祖也在灌 他不用跟人家損 模範生番的清新形象 強烈對比 嚴家被網友戲稱的 交撥款 然後再給你叫 聽海哭的聲音 小博塊本來就是在 保護海岸線的 他們在做護體的動作 保護海堤嘛 乾脆把負面標籤 逆勢操作成 小博塊文宣 你看到你比較糟糕 你看看 我覺得他在紙上 他就是在寡物上面罵你 但是 你會怎麼樣 你是公眾的人嗎 哪有時間生氣 因為這帳得花更多力氣 希望紀委員 可以來支持民進黨 讓民進黨的立委可以過班 好啦 太好了 因為你說好啦 所以你們要不要選 啊 不是啦 明明是綠營的場 紀國洞跑來涼丟丟 連小櫻上香都貼在旁邊 不是來亂的 是真的也要選 你們韓天青下次 正當時候 他如果說我可以公開承諾 你真的讓給我了 那下次就換你了 嘴上不說 但分明就衝著國民黨來 他是用智慧在玩政治 所以我想他已經很多年 沒有在地方了 繳了四百萬分擔機 以為可以被提名 卻反被國民黨開除 儘管結局到文宣只有一包果凍 但這股氣要加倍奉還 社會啊 社會啊 我如果接到民調警員 我都說我只是紀國董 因為他們的評估都覺得 紀委員可能會去拉到 國民黨那邊的選票 藍營分裂讓陳世凱有機可乘 言寬恆不敢閒著 選民服務一場一場辦 藍營區民法公平不在 確定就是說已經不在 所謂的當時的 非常犯人之路 譬如民爭取賠償全非 得把一頭拉庫局處首長叫來 得趕緊洗刷 老被公都盟評比 調查位立委名號 台中大烏龍海線三搶一 勝負恐怕只在百分之十內